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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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都是个法门来的 这已经是法门了 就是说你很难受或者很不舒服 被静转的时候 你说这个假的 你不要着想 因为有时候很本能的难受嘛 比如说有人骂你了 你说那个时候空无我 你是做不到的嘛 那个时候没空掉 那句话也没空 人也没空 你还是心里难受嘛 但是佛说这个瘦是个假的 你爹我没空 那句话没空 还有瘦也空嘛 但是瘦是假的 那么再次空这个瘦嘛 你就做这种 已经难受了 但是看着它嘛 不要动了 那就是修行 你要是说有个瘦 实施自己有个我 有个瘦在那儿送的话 你会忍不住的 你会很难受的 你会觉得这是个抗衡 但是头脑里边一旦认知说这是假的 佛说瘦也是假的 坏是假的 态也是假的 我也是假的 如果你认为这是个幻境的话 你就很容易安住在这个忍辱里边 但是那个忍辱其实也不痛苦 就很自在的 刚开始有承受力 刚开始是有绝受的嘛 不舒服嘛 但是曼曼他们是真空啊 他说你就像耳边缝黝就过去了 就叫不生气了 就好像叫什么 空人 空骨回应啊 就空了 就是没有了 那就有了 那就有了 那个难受和你剥离了 对 那就是忍辱修得有了功夫了 那个就是色就是空了 最起码正到这一步了 就是那个画空了 就是那个画空了 就像这个画空了 就是那个画廠的 就是这个画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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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画廠的 这是个墨家 也是这样难充分的 他就是这个画廠的 这种画廠的 他在这个画廠的